俄乌战争进入到了第十七天 而在俄罗斯的部分 是不是因为触犯了一些战争法律呢 因为他们居然是把人家的市长给掳走了 完整内容把时间交给谈瑞宜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最新曝光的画面 根据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指控 俄军在入侵乌克兰之后 首度发生了有政治人物遭到逮捕的事件 地点就在这个乌克兰南部一个城镇 叫做梅利托波尔 一起来看 根据这个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 梅利托波尔的市长费多罗夫 是遭到了乌东的武装分子逮捕 罪名是资助乌东地区右翼的恐怖活动 违反了国际法 这也是这个俄乌爆发战事以来 首度有乌克兰的官员遭到了俄军 或是这个亲俄势力的拘留 乌克兰外交部是谴责 这是犯下了战争罪 因为根据日内瓦公约 这个战争爆发的期间 是禁止挟持平民当做人质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今天也证实这个费多罗夫遭到绑架了 他说呢 俄罗斯是已经进入了新的恐怖阶段 形容俄军的行为等同于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 并且要求要立即释放这名市长 一起来听 停火停火 但是俄罗斯呢 还是持续的朝乌克兰进攻 而且昨天呢 还出现了新战线 来看到这个地区呢 距离波兰只有80公里 叫做卢斯科 另外还有这个地方呢 叫做伊万诺佛兰科夫斯科 以及这个 还有乌克兰的第三大城呢 叫做蒂涅伯罗 这三个地方呢 都在昨天遭受到了空袭 那么英国媒体BBC就认为说呢 俄军啊 开始炮轰这些像是位于西部地区的城市 象征着呢 俄罗斯是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战线 因为在此之前呢 俄军的攻击重点呢 分别是在于首都基辅拉 还有一些这个东部城市 南部的城市 昨天呢 是针对了这些西部地区 以及这个中部地区来展开空袭 那么乌克兰的议会官方推特呢 也在今天po出了一则新的影片 这里面的影像呢 就是昨天遭受空袭的 这三座城市刚刚提到了 包括了这个卢斯克啦 而且上头都有著名日期哦 就是3月11号2022年 除了卢斯克之外 还包括像是这个 由蒂涅伯罗拉 伊万诺佛兰科夫斯克 那么这个影片上头呢 白底黑字写了 每天都有新城市遭到袭击 那么在影片最后呢 也是这个黑底白字写着 我们乌克兰呢 要求设置禁航区 这些影片呢 就是昨天遭受攻击的城市哦 这个是中部的城市地区伯罗 然后最后呢 他说每天都有新的这个受害者 有新的victim 好 那么这一篇推文的上头呢 我们要来看到写着什么 上头写着呢 这个要俄国 tag了这个俄国Europe 说呢要来阻止普丁 否则的话呢 你们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 然后呢也标注了 这个Narrow北约组织 要求要关闭乌克兰的领空 也点名了像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啦 德国总理肖兹啦 英国首相强森这一些 等等等欧洲欧盟的领袖 那么这一篇推文呢 是来自乌克兰议会的 官方推特账号 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呼吁欧洲国家 施压普丁来停火 要求说呢要在这个乌克兰设置 禁航区要不然下一个被攻击的可能 就会是你们这一些欧洲国家了 好 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 已经超过两个星期了 联合国就统计说呢 截至3月11号已经是有250万人逃离乌克兰 有一名来自这个乌克兰东部城市 苏梅地区的年轻女性 她今年只有24岁 她告诉这个路透社的记者说呢 她打电话告诉住在俄罗斯的妈妈说 妈我遇上战争了我要逃离家了 我要找个地方避难 但是妈妈呢丝毫不相信她 让她伤心落泪 她表示呢 她认为妈妈都被俄国媒体洗脑了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呢 今天宣布为了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 美国还有这个G7 七大工业国这些盟友呢 将会撤销俄罗斯的这个贸易最会国的待遇 同时呢 这边整理出来了 有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钻石啦 还有俄罗斯的福特加啦 窘金银品 还有这个海鲜类的产品 而在美国方面呢 美国则是不会在出口汽车类的商品啦 还有这个精品服饰 或是一些珠宝类的商品 要确保这个俄罗斯呢 无法从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世界银行等机构呢 获得金元 一起来听拜登怎么说 美国内义是叫这些平均通常交易交易宣言 区域圈 这就是点 给了俄罗斯的赠法 他向俄罗斯的赠法 让俄罗斯的赠法 感觉是让俄罗斯的关系 要向俄罗斯的行为 国内义之间 以为其他国内义之间 让俄罗斯的国家 做成半个世界的经济 会有从其他的强扭 一提升 裂的民主 已经犯了我们的赠法 已经迁销了我们的赠法 我们的利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iCo快點購 掃一下